阿里 各位亲爱的老天们回来了 今天这集我们来回应小老弟的问题 小老弟反映说看很多 现在网路很多人在反映这个iPhone15 他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他的背板的那个缝隙 边框缝隙过大 背板很容易刮伤 那网友最多统计跟反映的 就是缝隙过大的部分 是这个原色的这个灰色 太灰的这个 那刮伤比较严重的 颜色是深蓝色跟黑色 那我们就实际来看说 是不是真的有这类的状况 然后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 好那这个就是网路网友提供的 首先你们看这个灰色的 尤其灰色的 或者是你已经有买灰色的人 你们去看看说你的这个背板 这个边框跟这个玻璃背板 他是不是这个缝隙很大 那很多网友一致的表示 灰色的缝隙是所有颜色里面最大的 那所以就是像这个示意图这样子 他这个缝隙比较大一点 另外网友也会表示说 他缝隙的大小会不一样宽 比如说左边比较 缝隙比较大 右边比较小 上面比较小 下面比较大 所以就是有网友表示说 他的缝隙不一定是有对称 也有可能是有一边缝隙大 一边缝隙小 然后很多人是反映说 是不是这个代工出了问题 那网友也是蛮有趣的 有的就故意就是说 那个缝隙大到我可以插一张这个白纸在里面 明信片啊 明片啊 或者一张那种A4的这种纸 可以插在这个缝隙 说这一次他这个缝隙之大 是不是 苹果的品质出了问题 那尤其是 灰色的 好那另外刮伤的部分 刚刚有说就是深蓝色跟黑色的机质 网友表示就是 有的是很容易刮到就受损 颜色就会掉 另外也有的是说指甲 用指甲刮 他的这个背板就会掉 像这张图也是 就是背板这个深色的 黑色的有刮伤 那不过我是比较有半信半疑的 因为我是觉得他不是说玻璃是注入原料的嘛 所以我实际会去这个 一些展示场我去看看 当然我不会实际真的去给人家刮啦 但是我会去摸那个材质 我来跟各位讲说 这种到底会不会刮伤 好那在这个我摸的部分 我实测我摸过燦昆有两间店 Studio A在高雄的梦时代有摸过 然后我现在今天这一次 我在这个高斯大他有 还有一个Studio A的 好像分店是Studio Straight 我也在实际在摸 那我也拍给你们看 那得到的结论是 边框真的是会有缝隙 而且很神奇 我等会跟你们解释 那刮痕的部分反而我是觉得比较不会 所以我在这个Studio Straight 高斯大在摸这个15 Pro Max的太灰 那其实你远看是还好 但是其实是他的这个缝隙的确是会有 然后我发现他的这个缝隙 你如果是Pro系列的 或者其他颜色的缝隙比较小 所以这个是Pro的 Pro的就没有灰的那么明显了 另外我觉得他Pro的这个缝隙的这个处理 比较平整 那太灰的就是缝隙 除了大以外他会有这个高低的落差 所以这个会比较刮手 那你看Pro的话就是 比较小以外他的这个处理就没有高低的落差 所以这个是我实际在摸的 所以我会发现Pro Max会刮手 然后Pro不会刮手 然后颜色的话就是那个太灰会 另外就是我就是在一直去反复想说 是不是左右两边会一样 那我会发现左边比较刮手 右边会小一点 所以真的是如网友讲的一样 那Pro的话就比较神奇了 Pro摸起来都是很滑顺 深色的也很滑顺 那测完了我是觉得缝隙 我反而有一个很奇特的想法 他的这个缝隙啊 15Pro的就是摸这几间垫的 我发现Pro的他的缝隙就比较小 而且不会刮手 那这是不是因为散热的一个影响 那像15Pro Max他的缝隙就是 灰色的普遍的这些店家的 灰色缝隙都比较大 尤其是这个灰色的 太灰的缝隙最大 那Pro跟Pro Max两个 有人去实验 就说现在不是有发热的问题吗 那Pro Max的散热比那个Pro好 Pro是现在系列中最热的 会不会是也是因为缝隙小 所以密不透风 所以Pro的这个散热能力就比较不好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故意用这个缝隙大来散热 尤其是15Pro Max 那重点是说灰色的缝隙是最大的 然后左边的确有比较大 下方也是 然后他的这个缝隙是不规则 而且会刮手 那我每一间店侧都是这样 你们可以试看看 就是说摸起来就是那个边边角角会刮这样子 那相对于15Pro就比较不会 当然我们现场没有其他Pro Max的型号的颜色 那但是普遍的网路大家有拿到灰的都说会刮手 那实际我如果拿到白色的我也会来谈这个问题 是不是只有Pro Max的缝隙是比较大的 那Pro的现场因为只有蓝色的 所以摸起来是非常的光滑滑顺 所以Pro是没有这个缝隙的问题 那至于刮伤的部分 我是两个在摸 我觉得他这种是雾面玻璃的材质应该是还好 那毕竟这个背面他是那种玻璃 他可能你如果拿更硬的 或者你随便把一些钥匙有的没的 或用力去刮他他当然会受损 像玻璃保护贴一样一定会刮伤 但是如果你是正常使用 我倒是认为刮伤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那如果你遇到类似像这种缝隙过大 或刮伤这种是外观的问题 我是觉得你遇到不要惊慌 你就是比如说我会建议说在官网买 或者像好市多 他们有一些那种无条件退换货的机制 那你就换掉了 你就去退换货去拿到你就是最理想的手感 你认为说这个缝隙或者是他的这种外观 不是你认为的瑕疵的最好的版本 那你就把它无条件退换货 那刮伤的部分我相信如果不是你 人为的应该都是可以退换货 而且像官网的他可能也不大会去问你这个问题 但是你平时你要去预防 因为他毕竟还是玻璃 所以你不要乱去跟一些钥匙或一些什么放在一起 另外一般我们都会装保护壳 我是觉得背板会刮伤很少 通常背板都是比较容易摔破 因为你们都会装保护壳 你掉下去都会有保护壳帮你挡 那顶多是装比较硬的壳背板破掉 一般刮伤比较不大可能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有一些网友他是没有装壳 他现场他就是可能就是跟钥匙 跟一些有的美的放在一起就刮伤了 所以刮伤的部分我觉得不会那么容易 不用大惊小怪 不过这个缝隙还真的是有这个缝隙 所以你们现在有的人 你可以摸看看说你现在的手机 你已经有这一支15的人的手机 你去摸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状况 那我摸是有了 我就是稍微刮手 那等实际我如果真的有拿到实机 我再来看说是不是白色的不会 又或者是其他颜色 如果等之后更多颜色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说 是不是只有灰色特别大 好吧那今天这一集就也到尾声了 那你就参考看看 如果你真的害怕就不要选太灰色了 好希望对你们会有帮助